好,這課就講回生命的基本組成單位,細胞Cell 我們先看看生物是由什麼化學物質所組成的 化學的組成部分,包括一些無機的物質 和一些有機的物質 這兩個字的意思的分別是,通常inorganic的物質是沒有碳 carbon這個元素 有機的就是有碳這個元素,但有些例外,例如二氧化碳 雖然有一個碳的原子在裏面,但也分類了一些沒有機的物質 至於完全沒有碳在裏面的,例如水,水,它由氫和氧的原子所組成 所以它是一些有機,雖然沒有機的物質 而有機的物質就是通常有碳在裏面的 沒有機的物質,這個我會看兩類,包括了大部分是水 還有一些磊子,例如鈣質,鐵質,這些不同的Ions 先看看水在身體裏面的功能 第一就是會參與在化學反應裏面作為一個reactant,一個反應物 例如光合作用,pholosemesis,需要有水,將水分解,然後製造它自己的食物 另外,作為一些化學反應去進行的一個煤界 在很多化學反應要進行的時候,那些compagnum才要溶在水裏面 變成一個acres的solution,一個水溶液,才可以進行反應 第三,作為一個運輸的煤界,例如植物由泥土裡吸收水分 在泥土裡的一些磊子,也會溶在水裏面 也會連水一起被運送到植物的不同的地方 第四,作為一個cooling agent,例如我們流汗 當汗在我們皮膚表面蒸發的時候,就會幫我們散熱 第五,提供一個支撐,當細胞充滿水的時候,它就會變得很硬 我們這個字形容,Turgid,它就會令植物的stem 或者leafs,可以撐開來,不會全部倒下來 第六,作為一個潤滑劑,例如我們的肺外面會有兩層的胸膜 會包住了一些叫做胸膜液在裡面,這個pulofluid 當我們呼吸的時候,肺和肋骨之間可能會有些磨擦 所以這些胸膜液的作用就會有一個潤滑的作用 減少肺和肋骨之間的磨擦 另外我們的關節裡面也會有一些水分,會有一個潤滑的作用 至於一些母機的梨子,我們也會看幾個例子 第一就是nitrate,燒酸鹽,其實就是植物,它們淡是nitrogen的來源 植物又是泥土裡面吸收這些燒酸鹽,有一個化學的formula N3-,一個負的梨子,它裡面有nitrogen,和三個O,O就是Oxygen的原子所組成 植物吸收之後就會合成它們需要的一些蛋白質,proteins 第二個,magnisum-me,就是組成葉綠素的一個梨子 另外也會活化一些酵素,令到可以正常運作 下一課裡面會講到酵素,或者酵素,其實是用來加速一些化學反應的進行速度的一些分子 Iron,鐵質,組成我們紅血球裡面的血紅蛋白,Hemoglobin 它會幫我們帶一些運送氧氣,也需要有鐵這個梨子在裡面 另外也會活化一些酵素 Kalcium,鈣質,組成我們的骨和牙齒 另外,我們的血的凝固,Blood clotting 例如我們受了雙流血,然後傷口很快就會有個血塊,我們叫做Blood clot 就會形成了封住傷口 除了需要有血小板之外,也需要有鈣的梨子才可以做到的 另外,肌肉的收縮,Muscle contraction,或者我們的神經系統,Nervous system 要傳送一些神經的訊息的時候,也需要有鈣的梨子 另外,也都令到細胞壁更加鞏固 Fosphate,輪酸炎,也組成我們的骨和牙齒的一個重要的梨子 另外,Phosphate也會組成一些叫輪脂,Phospholipid 就是組成我們的細胞膜 另外,一些叫核酸,Nervous acid,也會有Phosphate 接著,看看那些有機的部分,在生物身體裏面 包括了Carbohydrates,碳水化合物,Lipids,脂肪,Proteins,蛋白質 以及最尾這個叫核酸,Nervous acid,這些是我們生物身體裏面的有機物質 我們叫這些做一些Bio molecules,生物分子 它們全部都會有碳在裏面,Carbon 第一類,碳水化合物,名字都提了,會有Carbon,碳 另外,有氫和氧的原子在裏面 氫和氧的原子在碳水化合物裏面的比例會和在水裏面一樣 是2比1,氫和氧原子的比例是2比1 例子包括了所有的糖,例如Glucose,葡萄糖,澱粉,Starch Glycogen,糖原,以及一些叫纖維素Cellulose Glucose就是可以提供能量給我們做Respiration 會將葡萄糖分解,釋放能量 另外,Starch就是儲存在植物細胞裏面 例如薯仔細胞裏面有些Starch granule,一些澱粉的果粒 Glycogen就是在動物身體裏面的細胞儲存的一些能量儲備 例如藍色一點點就是一些糖原的果粒 這就是肝臟的細胞裏面儲存這些Glycogen 纖維素Cellulose就是組成一些植物細胞 它們的cell wall,細胞壁的物質 Lipid脂肪也由碳、氫和氧的原子所組成 不過氫和氧的原子比例就大於2比1 這裏有兩個例子,第一類是金油三脂 第二類是輪脂 還有很多不同的脂肪,例如膽固醇 金油三脂在固體狀態,如果在室溫的時候是固體狀態 我們就叫做FAT 如果在室溫的時候是液體狀態,我們就叫做油 那就是一個能量的儲備 在我們動物身體裏面會儲存很多的脂肪 植物一樣,例如一些花生 裡面也會儲存很多油分 動物的一些脂肪組織 例如在皮膚下面的脂肪組織 因為脂肪不是一個好的導熱媒體 所以可以減少熱的流失 另外,身體的器官內圍都有一些脂肪組織包住 它會作為一個像一個cusion的作用 當身體受到撞擊的時候,可以有一個避震的作用 去保護那些器官 Fosfolipins 輪子 就是組成我們細胞膜的一個重要的一件事 Proteins 蛋白質 裏面有碳、氫、氧、氧、淡、Nitrogen 另外有些也會有修化、流在裏面 蛋白質會組成我們身體的組織 例如頭髮、皮膚、肌肉、指甲 都是由蛋白質組成的 另外,Enzymes Hormones 酵素 下一課會講到 用來加速化學反應進行 也是蛋白質 另外Hormones 激素 或者叫荷爾蒙 有部份Hormones 也是蛋白質 例如調節血糖的胰島素 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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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抗入侵害身體的細菌或者病毒的時候 身體的免疫系統會做一些抗體去對付它們 那些導致身體有疾病的細菌病毒之類的 我們叫做一些病原體 這些抗體都是蛋白質 另外,在身體裏面 鴻乳球這些是Red blood cells 裡面的血紅蛋白 Hemoglobin 去負責幫我們運送氧氣的一些分子 都是一些蛋白質 核酸Nucleic acid 有碳、氫、氧、氮、淡 亦都會有磷 包括了DNA和RNA DNA裡面的N和A 其實就是核酸Nucleic acid DNA的存寫 Dioxyribal Nucleic acid 脫氧核糖核酸 其實就是在我們的細胞核裡面 負責去記載了那些遺傳的資料 這些分子 DNA 它會決定生物的特徵 或者控制細胞的一些運作 RNA Ribonucleic acid 核糖核酸 這個就牽涉到在蛋白質的合成裡面 需要用到的東西 那細胞是肉眼看不到 所以我們看看細胞是怎樣被科學家發現 1665年的時候 這個叫Robert Hook的科學家 他用顯微鏡去觀察一些樹皮 上面一些軟木 他發現有很多很小的一格的東西在上面 會看到 他就明明這些叫Cells 實際上他們其實是一些死了的軟木的細胞 他們的細胞是迫你的 其他科學家也都透過顯微鏡 他發現到譬如植物的細胞 或者植物是由細胞所組成 動物也是由細胞所組成的 所以他們後來提出了這個叫細胞的學說 Cell theory 認為所有生物都是由細胞所組成的 51839年的時候 Swan就提出了這個Cell theory 細胞的學說 裡面有幾個重點 第一就是 所有生物都是由一個 或者多過一個的細胞所組成的 生命或生物的基本單位就是Cell 有些生物當然是由一個Cell所組成 也有很多 比如人類身體裡面有很多很多的細胞所組成的 這些細胞怎麼來呢? 它其實是由一些pre-existing 本身已經存在的細胞 透過細胞分裂 形成一些新的細胞出來 我們看看顯微鏡的技術的發展 1590年的時候 第一次發明的顯微鏡 放大倍數很小 3至9倍 Robert Hook 用顯微鏡去觀察一些樹皮 另外一些科學家發明的顯微鏡 放大倍數到200倍 到1831年的時候 Robert Brown 他發現細胞裡面的細胞核 Nukeus 1839年的時候 Swan就提出細胞的學說 Cell theory 去到1886年的時候 這個現代的一些光學的顯微鏡 放大倍數可以去到1600倍 1933年的時候 第一部的電子顯微鏡 Electron microscope 可以看得更加仔細 細胞裡面的構造 觀察到一些叫核糖體 Ribosomes 隨著技術越來越進步的時候 我們的科學的知識 也可以更加 是 Advanced 因為以前的人看不到 細胞裡面的構造 但是隨著顯微鏡 放大倍數越來越高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看得更加仔細一些 看看兩種不同的顯微鏡 Light microscope 光學顯微鏡 第二類就是電子顯微鏡 Electron microscope 光學顯微鏡 就是利用透鏡 去把物件放大 像放大鏡一樣 可以去到1600倍 最多 也可以看到有顏色的影像 好處就是 標本 可以很容易去準備 因為 放在玻璃片上面 我們就可以去 用顯微鏡去觀察 也可以觀察到一些 Live specimens 還是有生命的 一些標本 電子微鏡的原理會複雜很多 它不是利用光 去形成影像 它是利用一束束的電子 以Electron去形成一個影像 產生出來的影像是黑白的 這兩種不同的電子顯微鏡 透射或掃描的電子顯微鏡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 透射的電子微鏡 可以產生到一個平面 2D 2D 的影像 用來觀察 例如 Cell裡面的內部構造 可以 掃描的電子微鏡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可以產生到一些立體的影像 3D 可以觀察到 Cell外面的構造 好處就是 放大倍數會高很多 比起光學的顯微鏡 另外 它的解像度也會高很多 Resolution 例如 同一個放大倍數之下 用光學顯微鏡看到的Cell 和電子顯微鏡 同一個放大倍數 你見到解像度會高很多 看得更仔細 那些構造 我們看一個光學顯微鏡 學校裡面用的這種 叫Compound Microscope 有兩組鏡片 分別叫 Eye Piece 目鏡 和Objective 目鏡 Eye Piece 就是插在鏡筒上面 有不同的放大倍數 鏡筒上面 我們會插入 Eye Piece 另外下面有一個 叫Nose Piece 一個旋轉盤 或者其實是用來去 轉換不同的Objective Lens 下面看到有三支 的物鏡 Objective Lens 固定在Nose Piece上面 他們都有不同的放大倍數 這個Stage 底下有一個 Condenser 聚光器 裡面會有一些 透鏡去把光線聚焦 也會有一個 控制光暗的 叫Diaphragm 光纜 用來調節 你看到的物件的光暗 另外 最底下有一個燈 有Light Source 可以調校光暗 我們要拿起顯微鏡 就會拿著這個 Arm的鏡臂 這個部分 用手 另外我們去用不同的 Objective Lens 的時候 我們需要調校一個焦距 可以透過 領這個大一點 這個圓圈 這個叫Course Adjustment Node 領的時候 Stage就會向上 向下動 讓我們可以focus 這個影像清楚一點 另外有一個小一點的圓圈 這個叫Find Adjustment Node 用來得到更清晰的影像 我們觀察的東西 通常會放在一塊玻璃片 叫Slide Slide Slide就會放在Stage 這個部分 上面 通常會有一個夾 可以固定玻璃片 最後就是顯微鏡的底座 Base 光學顯微鏡 你用一些透鏡 將標本放大 但出來的影像 是倒置了 Inverter 譬如我們正面看一塊玻璃片 看到一個P字 在IPS看下去的話 它就會好像轉了180度 一個Inverter 就要看它 整個有LED 絲目給大家看 就大家看 在這面 cards